上期视频讲到鱼兰盆会上 如来宣布了取经计划 八六百西游记这中间删掉了很多 所以在这里把这中间的情节补上 取经计划现在需要一个 有法力的人去东土寻一个扇线 也就是取经人 这时候观音就主动站出来 揽下了这个差事 如来心中大喜 说道别个也确实去不得 须是观音尊者神通广大 方可去的 如来大喜 可见他本来的计划就是让观音去 虽然没有点名 但是观音已经猜到了 如来就是想让他去 这个活无论如何都是他的 所以自己主动站出来 肯定比被动点名要好 另外这参加取经计划 肯定是有好处的 观音也是最合适的项目经理的人选 首先第一个 东方观音菩萨比较熟 因为他住的普陀山 位置就在东方靠着大堂 有主场优势 第二个观音的法力确实很高 比如说他能救人生果树 能收服金鱼精 这些都是一些例证 第三个 观音的情商不是一般的高 他虽说是如来的手下 但是跟老君 跟玉帝关系都不错 是妥妥的社交大人 能够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第四个 观音的智商很高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观音领了任务 然后问道 弟子此去东土 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在这里大家也可以学一学 不是领导给你布置了任务 你就立马转身去做 要多问几句 没什么坏处 果然如来有话等着 如来说的 你过去的时候 不要飞太高 飞低了也不行 你要半云半雾 目的是紧近路程的远近之术 然后告诉那取经人 但恐善信难行 我与你五件宝贝 如来的这段话当中 有没有告诉观音菩萨 要设计怎样的一条取经路线 你可能没听出来 但是观音菩萨可听出来了 所以有时候 领导给布置任务的时候 咱们要会找关键词 如来说了 但恐善信难行 我与你五件宝贝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怕那取经人呢 路不好走 我给你五件宝贝吧 如果是你听到这句话 会怎么设计取经路线呢 领导怕那取经人路难走是吧 那就设计个简单点的取经路线 不就行了吗 要是这样理解 第一个被开除的就是你 如果领导是要让你设计简单的路线 他还会给你那五件宝贝吗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让你设计路线的时候 设计一条让取经人难行的路 不用怕他在路上死了 我给你五件宝贝 就是保他的命的 所以这下咱们知道 这唐僧取经路上 为什么一路上遇到那么多妖魔鬼怪了 那么如来给这取经团队的五件宝贝 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是锦兰袈裟一领 和九环西杖一根 这两件宝贝是如来专门给唐僧准备的 关于这宝贝的作用 如来原话是穿我的袈裟 免夺轮回 持我的西罩 不遭毒害 但是这两件宝贝取经路上 并没有显示什么神通 不免让人有点奇怪 另外还有三个声控的孤 分别为锦孤 静孤 金孤 把说明书也给菩萨念了 因为这三个孤使用前 得念一大痛咒语才行 关于这三个孤 当时如来是这样说的 如果路上遇到了神通广大的妖魔 你要先劝他学好 然后给取经人当徒弟 他要是不听的话 再使用这个锅 而且这几个孤贱肉生根 咒语在一面 保管他入我们来 听着粗暴 但是不得不说这方法确实管用 总之如来的意思 就是找一个取经人 然后再找三个神通广大的妖魔保护着 拿着这些装备走到灵山 这就是领导一句话 手下办事的得跑断腿 观音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妖魔 如来让他找三个 观音菩萨是如何贯彻如来的指示 他找了四个 我们来看看这四个妖魔都是以什么形式出场的 第一个观音菩萨是主动到流沙河招揽的沙河上 第二个猪八戒是主动拦下了观音菩萨 要求加入取经队伍 他们俩都是天庭的罪犯 可是玉帝下的判决 观音菩萨却给了两人取经名额 把他们给赦免了 取诺了美好的前程 而玉帝也就当完全没发生过 默许观音菩萨这么做了 这不能不让人怀疑 在这背后有什么毛腻呢 而除了猪八戒和沙河上 以及我们的主角孙悟空之外 在取经路上还有一个看似无足轻重 却又不可替代的人物 那就是小白龙 说那菩萨与木扎辞了物能之后 百云半物正走着 只见空中有一条玉龙叫唤 菩萨近前问月 你是何龙 再次受罪 小白龙说 玉帝把我吊在空中打了三百 不日遭住 白龙的位置距离南天文不远 取经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观音要在取经之前 去找天庭的玉帝沟通取经的计划 顺带还救了小白龙 所以观音菩萨就小白龙 完全是碰上了 是个巧合 观音菩萨最后找的才是孙悟空 这孙悟空是如来提前就内定好了的 观音菩萨可没有选择要还是不要的权利 如来之前就说了 带他栽迁满日 自有人来救他 所以取经路上的三个妖魔 孙悟空就是如来 在东土早就安插好了一枚棋子 不管观音菩萨了不乐意 他都要把孙悟空弄进这取经团队 观音菩萨也自然明白这一点 所以观音菩萨在离开灵山的时候 就已经想好了 不然的话也就不会给沙僧起名叫悟静 给猪八戒起名叫悟能 因为他们的名字就是为了匹配孙悟空的悟空的 这样才能够体现出像师兄弟的样子 到此为止 取经团队的几个妖魔都已经凑齐了 观音菩萨还剩最后一个任务 那就是找到这个取经人 于是观音菩萨和徒弟变成游僧 偷摸进了大唐 然后把自己藏了起来 那么这段时间他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看过西游记都知道 观音找的取经人就是唐僧 但是关于唐僧的身世 也是西游记里的一大谜 要想研究唐僧的身世 咱们就必须从唐僧的母亲 殷小姐开始说起 在殷小姐的身上有两大谜团 第一个 殷小姐她为什么要抛绣球招亲呢 大家还记得一小姐是什么身份吗 那可是当朝宰相的亲生女儿 以宰相的身份找什么样的女婿找不到 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抛绣球招亲呢 绣球招亲是一种近乎荒诞的婚配方式 这大街上什么样的人没有 捡破烂的 逃米要饭的 都可以来参与一下 绣球往大街上一扔 谁抢到了 小姐就归谁了 不管她是什么样的人 赖都赖不掉 这丞相就忍心这样遭见自己的女儿 可见 抛这个绣球是百分之百的有问题 更让人感到怀疑的是 殷小姐为什么偏偏就砸中了陈光蕊呢 这投球命中率是百分百啊 其实抛绣球风险很大 但不是不可以操作 首先抛绣球的时间和地点就很有讲究 我们来看 殷小姐抛绣球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状元夸观的当天 抛绣球的地点也是状元夸观的必经之地 怎么偏偏就这么巧啊 在陈光蕊夸观走到宰相府门前的时候 殷小姐扔出了自己的绣球 首先 这个状元夸观 夸观的路线是谁决定的呢 肯定不是状元自己 按照规矩 是由礼部的官员开刀 状元只能在后面跟着走 这样的话 宰相就有了操作的余地 完全可以安排礼部官员呢 你在什么样的时间 什么样的地点出现 第二个 殷小姐能看到 陈光蕊人才出众 而且一击就众 说明陈光蕊的位置非常的好 二来呢 说明这个殷小姐手法还挺纯属 肯定是练过的 陈光蕊被砸众不是幸运呢 而是一场一开始就被设计好的一出戏 为了这出戏 宰相是筹备多事 小姐呢 每天自己在闺房里面呢 可能也都在苦练头球啊 咱们又回到开头的问题了 既然这个宰相的小姐一开始 或者说是宰相啊 一开始就打算让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个状态 那么为什么还要冒这样的抛锈球的风险呢 他就不怕万一失误了呢 然后我们再来看 洽打着光蕊的乌纱帽 十数个碧切走下楼来 把光蕊码头挽住 迎撞原路相府成婚 这个婚结的够赶的呀 也就三五分钟的事 我们的陈光蕊同志还没有反应过来 直接被拉进洞房了 也不选个什么良辰吉日就在尽孝 考上了状元 当天就迎娶白富美 瞬间这陈光蕊就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陈光蕊被砸中绣球 就是一个设计好的局 我们再往后看 后来殷小姐有了孩子之后 想要把唐僧抛江 这又是为什么呢 关注七哥 我们一起探寻西游世界的未解之谜